咖啡因氧化液最主要原料 就是天然的咖啡因萃取液 我们将云林原生咖啡豆所脱下的一个咖啡壳 拿回实验室 萃取出其中天然的咖啡因 所以它就变成咖啡因氧化液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原料 那将咖啡壳再生利用的这件事情 其实它的过程不但达到环境永续 而且产品中的咖啡因因为是取次天然的 所以可以让大家更放心的使用 除了咖啡因萃取液以外 我们还添加了三种的植物萃取液 包括像生姜、绣线菊和球果子井 那这些萃取液其实它各有功能 比如说像头皮的滋养 或是头皮的舒缓料理、控油等等 那我想我们产品设计的一个理念 是打造健康的头皮 才有健康的头发 所以我们需要这些萃取液 对我们的头皮进行全方面的一个养护 萃取过程是使用这台的超音波萃取机 当超音波在水中传导的时候 那我们会利用超音波的一个高速震荡的原理 对液体的瞬间会造成一个压力差 那这可以让咖啡因慢慢地从咖啡壳上进行分离 那这种萃取方式呢 它可以保留咖啡壳里面最大的一个活性存分 那也由于先前的文献记载 以及我们自己的试验结果 咖啡因的浓度控制在5ppm 还有25ppm之间其实是最好的 所以在我们进行萃取之后 我们还会进行萃取液中的咖啡因浓度分析 以确保咖啡因的浓度 是最适合头皮的一个浓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